当播篮球快讯 星期六早早 WNBA迎来一场较量 届时天空将座阵主场迎战火花 火花上场作客落败 球队的打法已经被对手看穿 这次在导作客天空 火花在租失利在职 天空上场成功击退火花 球员士气大仗 进攻方面 天空今季在团队助攻榜上排名联盟前列 可见在团队配合上表现出色 不单止这样 天空今季的三分命中率 同样排名联盟前列 他们可以长均交出35.1%的数据 尤其系K 高扒同志 威廉斯 两位后卫今季的三分命中率 都在40%以上 为球队提供了充足的外线火力 除了对三分出手的精准把握 天空今季场均能抢到8.3个进攻蓝板 球员冲抢蓝板时拼劲十足 全队进攻欲望强烈 防守方面 天空今季在控制犯规上和封阻上都值得清道 两项数据都明列前茅 所以想要从天空手上取得反击机会并不容易 天空今季在攻守两端都打出了自己的风格 刚刚在主场取得胜利的天空今场再添胜积难度不大 阵容方面 前锋歪 夏利迅和路非欺拔等人因各自原因被战 火花上场进攻水准严重下滑 全场只得到63分 原因在于火花今季的投射命中率难言理想 只排名联盟中下游 在投射不稳的情况下 球队极度依赖内线进攻 面对内线防守强势的天空 纵使有涵比同奥湖米克两位出色的前锋 球队依然打不出原有的进攻水准 防守方面 火花今季对蓝板的保护做得非常差 排名联盟倒数 攻守两端都出现问题的火花 如果继续以冲击内线的打法来应对天空 火花今季再度败阵 移回都不出奇 阵容方面 前锋基迪森母耳神和后卫卡伦顿等人 因各自原因缺阵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